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2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今天 其中一些 關注的焦點之一是藝員周凱薇 的死訊 昨天我看這個新聞的時候已經覺得奇怪了 因為如果周凱薇 是誤傳 是出事的話 應該可以在10小時之內出來澄清 但是 一直 都不見有出來澄清 這節不是要說周凱薇了 因為Tony跟大家詳細說了 我們這節要研究其他的事事 這節要跟大家研究的是中國大陸的外資 撤離的情況 中國大陸經濟差 還有 樓市爆破 金融崩潰 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是靠自己 撐起整個經濟 而是有大量來自外來的資本走進中國大陸做生意 現在 要面對惡果 大量的資金從中國大陸撤走 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記得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是後備來的 將廣告剪短一點 請各位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記得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短了 回來了 研究外資撤離的情況 最新的數據 是由美國銀行 Band of America 統計出來 根據 美銀的統計 外國投資者正在 將他們大量的資本從中國大陸市場撤出來 剛剛那一季 第三季度 的流出 接近千億港元 千億港元差不多等於 是香港人從香港撤出 再在英格蘭買樓的 總值 也是一個相當不小的數值 對中國大陸的官方數據來說 中國大陸的官方數據我們跟大家 討論過很多次是值得相確的 不過根據 中國大陸官方的數字來講 是從 2000年 即是 是23年之前來計算 是第一次資金正流出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長期有資金正 湧入呢 我們也有保留的 不過不要緊 按照他自己的計法 現在也是 史無前例了 足足二十幾年來 是最差 最差的情況 中國大陸解封那一剎那 曾經很多人以為 中國大陸就會 徹底回復 誰知道 原來這個封城防疫 是中國大陸脆弱的經濟 脆弱的樓市 還有金融爆破之前的最後一刻 藉由這個 疫情封關 將他 徹底打爆了 跟大量的投資者 即是外資 的預計是不相同的 他們經常看的報告來自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造假大國 所以 外資 根據 這些報告 是去做預測 所以鬼佬經常中招 看報告本身沒有問題 很客觀 但是如果你看的報告是長期 像大外宣和大內宣 像香港的藍煤一樣 你想不死 也挺難 所以現在外資就是 從中國大陸撤出 他們採取的投資策略 現在叫做中國加一 即是說 將資金 轉投 在東南亞的地區 例如越南 印度 還有其他東南亞新興市場 這個絕對是正確決定 中國大陸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 現在 走回舊路 將全部 的外資全部 嚇跑 經常說 外資來賺你的人民幣 要向你跪低 扣頭 現在好了 別人 不賺你的人民幣 你的人民幣 那麼矜貴 留給你 14億的韭菜 自己賺飽 人民幣 根據統計的情況 他說 全球資金流動狀況 外國 直接投資 第三季 從中國大陸撤出 計算到是120億美金 即是接近1000億港元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跟中美關係緊張 有關係 即使習近平前往美國 會見美國總統拜登 不代表美國的商家 是要全部接受的 其實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從11月中開始跟大家分析到現在 足足一個月 你清楚看到 中國大陸並沒有因為習近平前往美國 的三藩市 見完拜登 是有任何的經濟改善的 其實也很正常的 就算 我當 美國的資本 外國的資本 接受 你的橄欖枝 也不代表 立即會反映在經濟上 更何況 我們的分析是根本 商家 商界 還有投資者 根本並不接受 習近平的所謂 釋出善意 習近平的釋出善意 是來訪問 然後繼續跟你說 切勿干預 中國大陸的內政 還有台灣事務 是中國大陸的內政 香港的事務 是中國大陸的內政 等於 走來跟你說 我和你沒得談的 有甚麼東西真的達成了呢 其實真的沒有 所以這個親美路線 最令人懷疑的地方 不是正確性的問題 而是 實際效果的問題 你表面上親美 但是實際上 美國不親你的話 親美路線 就是單戀 又或者叫做暗戀 暗 就是別人不知道你喜歡他 現在是單戀 所以你單向 說要跟美國示愛 但是美國就不接受 其中一個大力撤退的原因之一 跟政治未必有關 而是有大量的外國投資者 對中國大陸解除防疫之後 經濟回復本來是抱著很大 很大的期望 期望著 好像香港的藍絲那樣 通關呀 下年要爆升 大家應該還清楚記得 不是很久之前 現在12月 是說今年的農曆年 應該還記得 在說預備你啦 今年要爆升 大量的中國大陸的人民幣會湧落香港 到時樓市又會大升 這個是 當時的藍絲的期望來的 期望徹底下空 當時還有投資港珠澳大橋的金巴 現在 金巴變潛艇 已經不敢撲頭了 因為 通關了 疫情解除了 但是 滿目倉宜 基本上現在 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 和香港之外 所有的地方的經濟 是欣欣向榮的 所以那些藍絲也知道這件事 就算香港的媒體 不斷跟你說英國經濟差 是掩蓋不住的 香港 香港 香港人移民去到英國 暫時 因為我們是新移民 暫時沒有辦法 找到好好的工作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是從低造起的 很多人 但是根本英國 不算真的差 一定 比香港和中國大陸好多倍 你看看香港的藍絲 都走過英國做生意 肥媽去英國開演唱會 你就知道 因為香港的中產和富戶 都走到英國 中國大陸也是類似的 沒有錢的人 繼續被迫留下 富戶 使盡 他的金錢也會帶著資金逃亡 所以我們就算在英國也看到很多 是從中國大陸 走出來的人來的 大家都怕了習近平 所以看到大陸人未必一定是敵人 很多時候 你跟我一起數習近平 他絕對可能數得多於你 現在外國投資者 徹底實行中國加一的概念 即是說 原本將供應鏈 生產繼續暫時維持在中國大陸 但是逐步 將投資 轉移到其他地區 提升投資 回報 還有將風險分散 現在外資慢慢把資金從中國大陸抽出 也很明顯是針對著中國大陸的情況 因為要將 投資的風險分散 這個是投資 基本中的概念來的 就是要將風險分散 所以 你一說在香港投資 你將 不生的時間和資本投注到一個地方 的一個物業的一種單一 的項目上面 這個本身是一個極之高風險的操作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商家雖然不是好人 但是 如果說經濟問題 你一定要學習 是商家的思考模式 這樣才不會中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強大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記得嗎 你不記得嗎 我們就來擔心